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做鸟普查 我们普查的鸟呢,有两类 一类是Rufus Brush Burst 就是这一种鸟,要数它有多少只 然后同时呢,还在把所有的听到的鸟 和看到的鸟,全都要记录下来 我们要调查的地方呢,也比较远 叫Horseshoe Road 是Bellingen这附近呢 一带号称是风景最美的这个山路之一 它主要是高树林,又有悬崖 在山区里面,两边都是山谷 所以这个看上去是非常好的 热带雨林,平常应该是亚热带雨林 但是最近比较干旱,所以走在哪儿 也都是哗啦哗啦的响声,都是干的 我才知道这鸟普查 不是做一次就完了 而是你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每隔一个月就去一次 每隔一个月就去一次 要连续,而且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去 今天我们去就是大清早 早晨六点多就得到呢 初期是天还没亮呢 你看这个了吧 是一个小录音机 你把它放在这里边 放在这小盒子里,拴在这儿 然后你就继续上其他地方去走 等到快离开的时候 你差不多要花上 像我们今天调研了 大概有将近六七个小时呢 那回来你沿途再把这些都收回去 收回去它怎么做呢 它有相应的仪器 可以来判断这个鸟是什么鸟 它通过就像你做访谈一样 它把整个这个给transcribe 给它都给弄下来 它就告诉你这里 大约都有什么鸟 什么鸟 什么鸟 这样的话呢 你就省了好大的劲 它必须呢 有规定 你要按照它朝着一个方向 特定的方向 来吸收它这个声音 那我们呢 今天主要是干这个 上一次主要是做路标 那么这一次我们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基本上就知道 在上一次在什么地方 听到这个鸟 在同样的地方 我们还来再听 看这次还能不能听到 我们还真听到了 两次同样的这个鸟 那这个Rufus scrapbird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那个叫声 非常辨识度非常高 经常它是在这种地面上 都覆盖满了植物 什么蕨类植物 然后顶部呢 这个高树倒下 有的时候或者是 着火了以后呢 它让这天空中有一片空地 你看就像这样的 就是最好的Rufus scrapbird 它的这个聚居地 栖息地 那我们呢 在这儿就能够听到 它的声音 它这声音呢 非常有特点 它一般的连续叫六次 有的时候是 啪啪啪啪的声音 有的时候是 哟哟哟哟的声音 反正是非常有规则 你能听其他的鸟 你都能听到 这一听到这个鸟 它的这种声音 这种节奏 就是它 无疑 就是这样 可是呢 它因为比较稀少 所以你不会像其他的鸟那样 总在你这周围听 你必须要有的时候 静下来一听 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是这种节奏 那你要记载的内容呢 一个是整个天气的状况 然后精度纬度 那带着指南针 现在手机上也都有指南针了 然后它就直接能把精纬度 很精确的记录下来 这个Rufus Scrub Bird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会说只叫一次 它一般是叫完一次 它要连续肯定是要叫那么几回 所以呢 你站那听一遍 你没听清楚的话呢 你再听一会儿 那如果你听到多次 几个人听到多次以后 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是我肯定在这听到了 然后如果你要是没有听到很多次 你只听到了一次 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那你就是要怀疑这个地方 有可能有 当你看多了以后 你就会意识到 这个地块 它这地貌差不多 就是这个鸟容易带的地方 那你就站下来多等一会儿 就有可能等到 但是我们今天呢 非常有意思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一路上看到了 至少不下十只 禽鸟 Liobird 这鸟平常是很难见到的 它因为它经常跑得很快 它这个禽鸟 就是它的这个尾巴 一张起来像一个竖禽一样 所以呢 很多人 澳洲的这个国家公园 一般都以它 这个 那标识上都是这个鸟 那尾巴四散着 开着挺好看的 像一种大花似的 到交配季节 它一张开就像一个树禽一样 而且这禽鸟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是它能够学其他的鸟叫 所以我就问它们了 我说问题是 咱们今天看到了这么多禽鸟 那咱就听到了两次 这个Rufus Grabbird 有没有可能是禽鸟模仿的呢 他们说还真有可能 可是呢 这个禽鸟它模仿的时候啊 它往往它声音模仿的很像 可是它这个叫的频率 不一定就是人家那个鸟的那种频率 所以这个观鸟高手啊 它是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声音是模仿出来的声音 还是原声 我这次还听到了一个 有点回我三观的这个故事 是谁呢 David Attenborough 大家都知道吧 他是做动物世界的这个节目 非常有名的BBC的记者 那他呢 大家都爱看他做的动物片 其中在网上流传的 非常广的一个 就是这个禽鸟 Liobird 他呢 能够学各种不同的声音 他可以学照相机的快门 火警 电锯 各种各样的声音 他都能模仿 那David Attenborough 就在一个纪录片里面 他就看到一只禽鸟呢 就模仿这些声音 他在远处听着 听完了 很满意地回过头来 告诉大家 你看这个鸟 它有多神奇 这个你在油管上都能查到 可是呢 你看我们这里边 一块去观鸟的 这个穿红色衣服的 这个他是我们这个 澳洲本地 非常有名的一个 观鸟人士啊 他专业到什么程度 就是政府的 这鸟普查 经常是由他带队的 他带出来 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 我就跟着他一块呢 我就发现他非常会 给我教育 告诉我们怎么样 来识别这些鸟 一块跟着他学 长了非常多的见识 他就告诉我说呢 他说David Attenborough 的那个录像 实际上是在动物园录的 那个禽鸟 能够发出这些声音 绝对不会是 自然界的禽鸟 发出的声音 自然界的禽鸟 不会主动地去模仿 机械的声音 后来呢 他还专门给BBC写信 去说你的这个信息 是误导的 你这么样搞 这个让人误解 后来BBC还给他回信 解释说 他们是当时是怎么样 去做的这个 因为是之前 有人告诉他们说 禽鸟会模仿 电锯的声音 所以呢 他们就到处去找 可是没有找到 电锯的声音 恰好在这个动物园 听到了这个 禽鸟模仿电锯的声音 所以他们就把它 录下来了 而且他们以为呢 这个 就所有的禽鸟 都会去这样 去模仿这种电锯 你看 正好他们又找到了 这样的证据 所以他们以为 这个就是如此了 可是呢 我就说 我说你 他这个 是典型的 理论先行做研究 先有一个预设 就是禽鸟 会模仿电锯 然后就去收集证据 有无数的这个禽鸟 没有去模仿电锯的声音呢 他就不把这个证据收进来 而是呢 专门找到 会模仿的那一只 把它作为这个数据 来证明 所有的鸟 都是这样的 我说这是一个 做科学研究的 一大忌讳 就是用数据 来fit model 来fit 这个理论 而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 用理论 来指导研究 非常非常不严谨 这个将来 可以做方法论课的 一个负面的 典型案例 但是你也有可能说 这鸟它是自然环境 是那样的 所以它就模仿 对 但是它们在动物园 录到的这只鸟 根本就是在动物园 出生的 连野生都不算 所以问题就在这 我们这一次出去 还很有意思的是 碰到了猫鸟 在这个丛林里边 连续叫了好几次 而且在几个不同的地方 同时叫 这说明它们是在互相打招呼 不过听说猫鸟是很少 在这种地方出现的 那肯定是和最近的气候 不正常有关系 我这次还发现一个 有意思的事情是 现在这个助听期 你看我们一块来 做的这个官鸟 这高手 你看他嘛 虽然爬山爬得非常痛快 那个穿红衣服的 不是现在这个 爬得非常痛快 他已经都八十多岁了 他可真是剑步如飞 走得我们俩人 年轻的腿都走不动了 他还没有事 那他就是有一点 就是耳朵听力不好了 那这对于官鸟的高手 一般是靠耳朵来关的 不是靠眼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告诉我说 他去医院里边装助听器 这现在已经有了 专门针对官鸟爱好者的助听器 它是可以把声音的这个频率 可以调到 能够让你收听到各种不同波段的 这个鸟的声音 因为鸟的声音和人平常说话声音 不一样 多数情况下是 助听器是捕捉人的 讲话的声音 但是呢 他要官鸟的话 他就要调整这个频率 一般的是比较高一些 可是这个scrabbird呢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叫声 是有不同的频率 有的时候听着像 啪啪啪啪啪 拿拍手掌的这种声音 有的时候又是像 这种高音 那这个高音一般的 我们一块来的这队友 他是能够随时就能听到的 他带着这个助听器 可是到了平常 这个啪啪啪啪 很低频的这个音的时候 由于他那助听器 调节的就是比较高的 能够接受比较高的音 所以呢 他反而听不见 这个低频的这个声音 好玩吧 这个官鸟 他的这也是能够带来 不少类型的这个科技发展 说到这里 再见